那你的惩罚做不做 你找个杀我 我平时哪染头发 我觉得你很吵吗 算了呗 这有什么呢 你们俩真是天生一对啊 十万人今晚坐等BUG对线 他和青木川的染绿色头发之约 昨晚青木川因为被检测 被迫休息了一天 大家已经期待了许久 本以为今晚能够看到BUG 被啪啪打脸的时刻 但令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月姐和BUG竟然公然耍起了无赖 BUG称青木川故意找科技狙击他 而月姐的一句算了吧 直接让青木川当场破防 并且知乎他们简直是天生一对 而今晚月姐对青木川说话 也是毫不客气 他们认识了这么久 这还是月姐第一次 这么不客气的和他说话 也许这才是月姐对待 自己抛弃了的陪玩的真实面目吧 BUG前天晚上 有多信誓旦旦的承诺 自己会兑现诺言 今晚就有多打脸 那么他们到底有多无耻 我们现在就从大狗刚进队伍开始说起 晚上好 喂 出来面对我 那个人 说话 你一直叫他干嘛 他绿头发呢 你找什么棋啊 挺有实力啊 一天就上战神了 那肯定啊 他不是要跟我打吗 那就打呀 大家今天的主要任务 不是来看大狗和BUG比人头的 而是来看他兑现他们上战神的赌约的 但BUG进队伍后却迟迟不说话 而月姐现在也学会阴阳怪气的说话了 她表示 BUG卡卖了 让大狗先开游戏 而大狗就要等BUG来面对自己 经过他和月姐的一番来回拉扯 他依然没有开卖 此时青木川和直播间的兄弟们都觉得 他是不敢开卖 当青木川再次呼喊着 并遇至让他染绿色头发的时候 月姐还帮着他的心陪玩说话 这大晚上也要人去哪儿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招什么急 招什么急啊是不是 你在叫什么 先开游戏嘛 再比一下嘛 我开了有什么好处啊 月姐表示继续比人头 一个人头一百块 而青木川现在完全没有心思跟他玩游戏 他和直播间的十万观众是同样的想法 看BUG染绿色头发 才是今晚的重中之重 而此时的月姐却有点不耐烦了 并且他还在替BUG找着借口 前天晚上青木川和BUG打电话的时候 他承诺上完战神就去染头发 而昨天一天也给足了他时间 现在月姐竟然还能帮他找出这样的借口来 这明显就是玩不起啊 当他们开游戏后 BUG才终于在大退后成功开卖了 我去你进来我游戏都卡了 头发内了 我们说好的 对吧 是我凭什么染头发 你找个杀我 我凭什么染头发 我找什么挂抓你 墨地了 一直朗朗一直朗朗 以前的月姐是从来不会这么和青木川说话的 即使他们已经不在 是我们大家喜欢的月狗组合了 那大家就各自安好 何必要这么说话呢 上战神的要求是他赔完定的 染绿头发的赌注也是他想的 前天承诺上完战神就去染头发 也是他说出来的 而现在却又不承认了 并且还把这个锅让青木川来背了 凡是那天上战神的主播以及路人 大家也许都碰到了科技 而有些人却还是一直努力地冲上了战神 但有些人却把自己无法上战神归咎于被科技打了 这明显就是逃避问题 而即将要落地打架的青木川 也不想再继续和他们纠缠下去了 这一切都要等他们打完落地架后再来理论 这个赌约是青木川和博之间的事情 而月姐现在竟然还不分青红皂白地说青木川做事情狠 以前没看出来月姐竟然还有这么不明视力的一面 当Bug比青木川率先拿到淘汰王 他便又开始忍不住的口嗨起来了 明显是他自己玩不起 现在还有资格在这里质疑青木川的实力 而他现在也只能把自己没上战神的锅甩给了青木川 同样都被科技打了 青木川远超一百多分冲上了战神 而他却怪青木川 作为男人 他真的是没担当了 你找挂抓我 我就差12分以上战神了知道吗 你找挂抓我 那跑得比车都快 你怎么好意思的呀 那我被挂打的是我 是你找挂抓我了是吧 那我被挂打了怎么算 你说话呀 我被挂打了怎么算 你现在是爱了一巴掌 也是我叫人的 你在叫什么啊 那为什么那个人照样我就追了呢 为什么 那我怎么知道 跟我有啥关系 我没有被挂打 我打五把四把挂 你打不上去打不上去 我被挂打我都能战神 你在叫什么呢 那你头发懒了没有 你不要老师给我乱转一话题 说青木川找科技抓他 首先他没有任何的证据 其次他也没有开直播 即使青木川想找 那么科技又是如何 刚好撞到了他呢 这明显就是狡辩 玩不起直说玩不起 青木川也许嘲讽他几句就算了 但他却一直不愿意承认 自己记不如人 反而还拿现在的淘汰王来说是 当青木川 执意要求他染绿色头发的时候 此时月姐也忍不住地表态了 他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就让青木川 瞬间感到非常无语 我一说到这个 妈妈就不敢说话 这就是你的陪玩 月 你不觉得你很吵吗 不是我吵什么 我问他要 算了呗 这有什么呢 我很吵 算了呗 这有什么的 不是啊 他跟我 他跟我的赌注他输了 我凭什么算啊 他是个什么东西啊 曾经那么宠爱大果的那个月姐 究竟去哪里了 现在的月姐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们之前配合那么默契 而如今却反目成仇变成了敌人 也许这才是月姐的真实面目吧 不讲道理 没有原则 当青木川试图和他们继续理论的时候 月姐的一句话又让青木川气愤不离 哎呀只是一个小赌注 你本来就是开玩笑的啊 是不是 谁跟他开玩笑啊 你说话谁跟他开玩笑了 算了没的 算了算了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呀 这有啥的 你说算我就算啊 那我面子在哪 嗯 差不多得了 耍无赖都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现在的这种场景我们似曾相识 之前青木川也碰到许多耍无赖的陪玩和老板 但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种场面竟然会发生在月姐和他的陪玩身上 以前他的爱曾分明的月姐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青木川也表示非常寒心 曾经以他为主的月姐 现在竟然为了一个刚认识不久的陪玩当众耍起了无赖 一句玩笑就可以让青木川十几个小时的辛孔白费嘛 如果不是为了争一口气 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和他们打这个赌 现在比赛分出胜负了 对面却不承认了 简直是无耻之急 我凭什么给他算了呀 就是口头上说说 你要跟我玩文字游戏是吗 不要一直追着说 那他输了我不说 大概只是碰到挂了 他碰到挂我没碰到挂 此时的青木川越说越气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呢 冲战神本身就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遇到科技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为总有一些喜欢破坏游戏平衡的玩家从中捣乱 不过用被科技打的事情找借口也就罢了 毕竟他是当事人 但月姐竟然也帮他找同样的借口 青木川也很是委屈 如果今天说的是他 那么他们还会觉得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吗 很显然 以他们的无耻程度 这根本不可能 又不是我找的 这有什么的 口头上随便说说的事情 你那个挂也是 又不是bag找去的 是不是 就是认真 那打他的挂 打他的挂就是我找的呀 你这意思是我 打他的挂是我找的是吗 月姐和伯利一场一鹤 青木川以一敌二 他们一个咬死是青木川故意找挂狙击他的 一个又让青木川不要那么较真 这个赌注现在在他们看来什么都不是 月姐那个一脸不屑的语气 让人听了真的非常生气 此时的青木川也是无语了 他也只能默默的说一句 你们俩真是天生一对啊 从头年到尾啊 我们这叫配合默契知道吗 小人 此时月姐还试图和大狗攀关系 他觉得他们认识这么久了 可以不用那么较真 而青木川却表示自己现在并不想和他说话 他们耍无赖在先 现在竟然还好意思说 青木川是小人 真的是吼颜无耻 大狗知道在和他们争论下去 除了让自己更加生气以外 他别无他法 所以他决定这把多拿点人头 让他们出点钱 以后就没必要在一起玩了 而就在这时 青木川惨遭敌恩击倒 并且直接淘汰 月姐又开始来刷存在感了 大狗 你看 你们实力也差不多 你犯了吧 别让他烂人了 我现在真的不想跟你说话 你知道吗 你把嘴巴闭上了 我现在真的不想要理你 这大概也是青木川第一次和月姐这么说话 再怎么说 月姐也曾经和他那么要好 他本来还想给彼此一个体面 但是看他全局都毫无底线地帮着他的陪玩 他也不想再继续忍耐下去了 现在看来 只有米莉姐 才是一直陪伴在大狗身边的人 以后大家还是换一对CP科马 月姐不值得